拿著整困名字撕著家屬氣憤難耐 三四個人聚集在豬肉工廠前破口大罵 拿起名字用力朝著工廠門口 大把大把灑過去家屬慢戀憤慨 連有員工經過也不罷手 會這麼氣全是因為 七月底的一場交通事故 家屬悲憤交架 12號就是少年出病的日子 包備孩子才17歲 年輕生命就這麼沒了 讓他們難以接受 但事發當天 路口沒有交通耗制貨車左轉 不慎撞上騎車執行的少年 但少年無照駕駛 加上車速疑似過快 肇事責任雙方各辦 而且當時少年沒戴安全帽 才會傷重不治 派我們副總經理去幫他們關心 我們就很 今天我們就值一百萬 為各位雷金嫁 嫁嫁嫁 先幫他們慰問一下 食品公司強調 絕對不會逃避責任 只是賠償近五百萬 真的有難處 下週一會再重啟協調 要給家屬一個交代 這位廖文斌 雲林報導